新唐人将持续为您报道中国内部真相 马上在您看到辽宁大连网民号召了10万人上街抗议 要求福家大化PX专案公布泄露真相并且搬离大连 14号上午有数万个大连民众响应 群众陆续到大连市政府外的人民广场聚集 而当局出动了大批的公安防暴警察驱散民众 现场的情况相当的混乱危机 有民众被打 受伤流血 大连市委市政府在面对上万民众上街怒吼的情况下 在星期天下午决定PX项目立即停产 并且牵出大连 马上带您关心这一起引发万人怒吼 逼得化工厂停工撤厂的群众事件 15号大连依然戒备森严 一些休整的武警隐藏在学校广场待命 显然中共当局对表面平静的大连市不能安心 14号一辆接着一辆从辽宁调派过来的特警部队公安警车 不断发出警笛声直奔大连市政府人民广场 引起民众的恐慌和谩骂 大连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官方没有报道 不过大连市民则越删越贴 不断地向网上传讯息 据报道 当天示威者多达七八万人 入夜之后 人民广场附近街道传出警察打人的呼声 当局以武力清场 释放催泪弹 并殴打不愿离去的示威者 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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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往前 往回走 往回走 不能往前走了 往回走 赶死 正动手 这群人怎么这样呢 正在动手打 那边动手了吗 里面动了 全是雪 他们看到前面又来了 是拿什么打的 他们 帮报人家 用那个桥呢 什么桥 他们拿电关打的 是吗 那怎么在后边还有工作人 是吗 有人没有 他们全押过去了 前面第一个都是雪 对 他就穿黑 他在打 一样给他发网上 都是学生 不可能让走 前面那个人 现在不让走 全都给押回来了 咱们我举着电话过去 他都不让走 电话都不让路 那边地下全是雪 有 有 那个咱们过去 有个女孩还一直在 擦嘴上全都是雪 8号 强烈台风梅花过境大连 当地福家化工厂旁 防潮堤 发生两处垮塌 倒灌的海水 危急装有剧毒的化工原料罐 附近居民恐慌之下 匆促逃离 事后 当局宣称没有发生外泄事件 但是网上传出有小罐外泄 民众开始在网上发帖 呼吁14号早 大连市民一起到当地市政府人民广场抗议 当天 数万民众不断齐心高喊 福家化工厂 混出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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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记者梁新 王明宇综号报道